嗨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1号,欢迎收听Quick的DailyCNC News,和我们一起追踪工具机与自动化领域每日新闻摘要,掌握全球最新的工业领域动态吧。 在我们请AI小姐为我们阅读今天的新闻之前,先帮我们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天早上就可以收听到最新的消息哦。 好,那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新闻摘要吧。 让我们看到第一则我们将聚焦于一则关于日本机器人行业的重要议题,该行业在最近几个季度中面临了一些挑战, 据日本机器人工业会HARA2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机器人订单额连续四个季度呈现萎缩,上一季度,2023年7到9月的订单额较去年同期大减31.8%,降至1610亿日元,这使得季度别订单额达到了于三年来的新低水准。 同时,上一季度的机器人产额也下降了16.0%,降至1874亿日元,连续第二季度呈现萎缩,产额也达到了近三年来的新低水准。 这一趋势也在机器人的总出货额上有所体现,上一季度,日本的机器人总出货额包括内销和出口,较去年同期下降15.0%,降至1921亿日元,连续第二季度呈现萎缩。 在这其中,出口额减少了17.7%,降至1463亿日元,连续第二季度呈现下降,而内销,日本国内,的出货额也下降了5.0%,降至458亿日元,这是自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的萎缩。 如果观察区域出口额,上一季度,对亚洲市场的机器人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减少了21%,降至890亿日元,其中,对中国的机器人出口额减少了28%,降至558亿日元,连续第二季度呈现下降,对北美市场的出口额减少了16%,降至310亿日元。 这是自三季度以来的第二次下降,对欧洲市场的出口额减少了6%,降至246亿日元,这是自十季度以来首次出现的萎缩。 这一下降趋势背后有多重原因,其中包括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导致了订单的调整,尽管自动化需求仍然持续,但订单量受到影响。 因此,根据JRA的预测,今年,2023年,日本机器人订单额可能将年减8.3%,降至1兆200亿日元,不过,产额有望年增2.8%,达到1兆500亿日元,并续创历史新高。 这就是目前关于日本机器人行业的情况,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行业的发展,看看未来的走向如何。 那接下来第二则的新闻带您了解一则关于台湾电力公司推出的一项重要新举措,旨在应对产业需求,同时减少用电成本。 根据最新消息,台电将实施批次生产时间电价方案,这一新制度将于11月正式实施。 这一旧制度的改变之一是,离峰时间将由过去的9个小时延长至连续的18个小时。 这样的调整有望帮助工业界调整生产排程,以降低用电成本,兼离峰电价每度差6到7元。 这将对产业用电支出带来明显的节省。 经济部长王美花指出,这一新方案将汇集各行各业,包括工具机、机械铸造、钢铁和纺织等产业这些行业都可以通过调整生产排程,以便在离峰时间使用更多的电力,进而降低用电成本。 根据初步估计,约有1.7万高压用户将受益于这一新制度。 不过,一些业者表示,尽管这一新方案在理论上看似有诱因能够降低每月的用电支出,但在当前景气不佳的情况下,借单量才是最大的问题。 对他们而言,降低用电成本可能并不足以解决眼前的问题。 台湾机械工业工会理事长魏灿文表示,对于一些工厂来说,尖峰时间的停工可能会影响生产,特别是那些需要24小时运作的自动化工厂。 因此,在这些情况下,要依靠离峰时间进行生产,并期望降低用电成本,效果可能有限。 总之,虽然台电提出了这一新的时间电价方案,以帮助产业界降低用电成本,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实际效果可能因工厂的生产需求和接单状况而有所不同。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看看这一新举措在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 接着第三则新闻带您来关注的是一则关于Trumpoff的重要消息,他们正在通过使用3D打印技术,确保成本效益和可持续的批量生产,同时减少了与传统制造工艺相比的二氧化碳排放。 高科技公司Trumpoff坚信投资于气候保护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开发了一个3D打印解决方案,有助于环境友好的制造。 Trumpoff 3D打印可持续性负责人Amour Gresham Charles指出,这一传新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环保,还在财务上取得了回报。 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机器在多年的使用中,不断提供效益。 Trumpoff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世界领先3D打印展会Fornets上展示了这一可持续制造的零件。 客户也受益于Trumpoff的3D打印技术,进行环保制造。 例如,C.Hefner公司依赖Trumpoff的3D打印机,用于可持续的零件制造,该公司回收含有贵金属的二次材料,并将这些回收的薄和黄金转化为电极和表壳等产品。 C.Hefner粉末应用开发负责人Joken Heinrich表示,使用Trumpoff的3D打印机,它们能够节省能源和材料。 例如,使用3D打印生产博弈电极相比传统制造工艺减少了31%的二氧化碳排放。 通过使用添加剂制造,精致表壳的二氧化碳足迹可以减少50%以上。 Henrich解释道,这是因为3D打印技术允许它们更接近最终形状进行制造,需要更少的材料,并且消除了需要制造工具的必要性。 Trumpoff自己也从3D打印技术中受益,使自家系列零件的生产更加可持续。 而Maur Gresham Charles指出,举例来说,它们的激光器的发动机冷却器,使用3D打印技术相比传统生产版本,每个制造零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83%,一台3D打印机可以一次打印47个发动机冷却器。 而传统制造的版本由多个零件组成,需要单独采购和组装。 此外,Trumpoff在Formnet展会上展示了新的TruePrint R000,与上一代相比。 这台3D打印机具有更大的构建区域,这使用户可以在一次打印过程中打印更多的零件,尽管机器的生产率提高了,但能耗仍然保持不变。 查尔斯指出,这一技术在节能方面有巨大潜力。 例如,使用3D打印技术可以比以前更快地打印更多的零件,将每个制造零件的能耗减少了50%以上。 Trumpoff还引入了新的气体过滤系统,可以保存过滤器外壳,大大减少了客户在更换过滤器元件时需要处置的组件数量。 这项举措不仅有助于节约资源,还有助于降低维护和更换成本。 总之,Trumpoff的3D打印技术不仅实现了成本效益的批量生产,还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环保制造。 这一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并将对各个行业产生积极的影响。 紧接着是第四则新闻将带您关注一则关于谢菲尔德大学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MRC,将成为新型可持续制造材料的世界领导者。 这将对制造业和环保产生深远的影响。 AMRC已经成功获得了资金支持,用于建立英国首屈一指的研发新型纤维增强热素性代材的能力。 这些可回收材料有可能改变复合材料制造的永续性。 这一项目由英国研究和创新局下属的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提供了170万英镑的资助,使南约克郡成为世界领先的可持续热素性复合材料研究中心。 这一消息意味着制造商现在有更多可能选择环保材料来节能、减费和提高效率。 多功能纤维增强热素性代,FRTT,是一种满足所有这些需求的中间复合材料。 它不仅节省能源,而且更容易自动化、操作和回收。 这种中间复合材料具有无限的保质期,因为您可以多次重新加热和重新塑造它。 FRTT具有极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使得它更容易制造具有确切形状和尺寸的零件,从而减少浪费。 此外,它可以存放在室温下,而传统的热固性材料通常需要冷藏保存。 这一项技术已经在不同的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包括航空航天、汽车,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它在小型飞机零件、汽车部件、锋利涡轮叶片等产品的制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此外,随着半成品市场预计将增长184%,这一领域的研究变得尤为关键。 AMRC的新中心将成为高价值制造HVM的重要一环。 有助于英国在这一领域与全球竞争,这项知识将对其他英国大学的研究人员以及工业合作伙伴,如波音、GKN等大型企业以及AMRC合作的数百家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在该中心的研究领域中,英国将成为热速性复合材料可持续中间体研究的世界领先者。 AMRC的这一航机无疑是填补英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创新缺口的重要一步。 此外,AMRC强调,他们将向所有人开放这一中心,以实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更加紧密的合作。 这将促使英国在制造可持续材料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总之,AMRC的成就将对制造业和环保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突破将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利用可持续材料,为更环保的未来铺平道路。 那最后一则新闻让我们为您带来一则关于ADB与帝国理工学院已签署一份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以延长他们成功的合作伙伴关系,专注于碳补获技术的研究与培训,这将对未来的劳动力和能源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自2012年起,ADB在帝国理工学院设立的碳补获试验工厂已经吸引了超过4500名学生,这座试验工厂是全球学术机构中唯一的碳补获试验工厂,提供实践操作和培训机会,让学生亲身体验ADB的技术解决方案。 帝国理工学院是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大学之一,尤其在科学和工程领域享有卓越声誉,这一合作协议旨在为学生提供未来工业流程所需的技能,以应对紧急情况和运营工厂性能的最新技术,合作使帝国理工学院能够接触到来自ADB等制造商提供的最先进的控制和仪器技术。 英国和爱尔兰能源行业负责人Simon Wing强调了这一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一合作将帮助培训具备合适STEM背景的劳动力,以应对未来的能源转型挑战,并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 该碳补获试验工厂包括四层,配备了AppAbility System 800XA分散式过程控制和超过250台仪器,用于测量温度、压力、二氧化碳和流量。 System 800XA负责自动控制和协调工厂流程的所有方面,并在App控制式的显示器上进行可视化,这让学生可以在必要时监控和干预。 此外,App the Ability Verification测量设备和新的Ability Smart Master验证和状态监控平台也为学生提供了优化仪器性能所需的技能,实现预测性维护。 帝国理工学院的高级教学员Colin Hill博士表示,最初建立与App的合作伙伴关系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进入化学工程领域,并留在这一领域。 这座碳补获工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部分,激励学生继续学习有关环境主题的知识。 帝国理工学院的学生也对这一合作协议表示了积极的回应。 一名四年级本科生Yang Shao表示,参观碳补获试验工厂的经历让他更深入了解了碳补获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并增强了对碳补获在实现净零目标中的作用的信心。 根据标准普尔全球的报告,碳补获和储存,CCS技术将有助于工业减少碳排放,降低排放量并实现净零排放。 全球碳补获与封存协会表示,2022年全球的CCS设施数量比去年增加了44%。 为了推动商业CCS市场的扩大,APP正在不断开发技术解决方案,以降低资本和运营成本,并降低CCS与现有核心设施的集成风险。 今年3月,APP开始与伦敦的PACECCS合作,使工业二氧化碳排放的捕获、运输和储存更加便捷。 这一合作的关键在于使用数位孪生技术,提供真实工艺的虚拟复制品,用于测试场景并进行概念验证。 最近,英国政府公布了《维英国供电政策》,承诺实现净零排放。 这一政策将提供资金用于释放CCS的私人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以确保更清洁、更经济的能源来源。 这将有助于实现英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目标。 中告诉我们你想了解哪些其他有趣的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